直播把8月27日训北京时间,8月24日至8月26日,2018赛季中超联赛第20轮的比赛全部结束,直播把的编辑们也盘点出了中超第20轮的最佳阵容, 其中,本轮发挥优秀的奥古斯托、塔利斯卡领先此阵容,全剑球员张修为本轮阵容中,唯一一名U23球员,一下是详细阵容,前锋、马西卡北京人和塔利斯卡广州恒大本轮人和作客红口足球场,以3比1的比赛击败了上海深花,前锋马西卡功不可没,先是用两次帮助迪奥普打入两球, 紧接着自己锁定胜局,三力进球都和马西卡直接相关,说马西卡是本轮中超的最佳前锋,并不为过, 广州卡塔利斯卡在本轮中超焦点,战队阵路能的比赛里在发神威,上半场急战破为开二度,帮助球队半场领先,在比赛里能输送出超强火力的塔利斯卡,已经是恒大前场最为仪仗的攻击手。 中场,谢鹏飞江苏苏宁,丁杰重庆斯威,奥古斯托北京国安,张修威,U23天津全剑,王刚北京人和尽管谢鹏飞是替补登场,但下半场在边路显得十分积极,几次反击当中的也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敢于突破,敢于盘弹的他也在下半时为球队赢得了一个点球,随后队友埃德尔一蹴而就改写场上比分, 4V主场对阵一方的比赛中,4V球员丁杰本场发挥出色,他在防守端多次奉献拦截强,断,更是在球队球落后时,门前抓住机会补射破门,帮助球队扳平比分,没有让暴击直接竞争对手,扩大彼此的积分差距,为球队保其形势保留了光明。 4V中场的奥古斯托已经在过去的比赛中,展现了其全能性,本轮对阵天津泰达,奥古继续大开杀戒,一波帽子戏法不仅带走了进球,更是从泰达主场带走了胜利,奥古斯托俨然是国安的中场大腿。 张修为这个名字在此前一段时间颇具争议性,不过本轮在对阵贵州横峰的比赛里,张修为在中场有着稳定的发挥,在下半场,全剑更是凭借着张修为的助攻帮助替补登场的赵旭日轰入一季世界波,也是全剑本轮取胜的功臣之一。 本轮人和客场挑战参花,最终人和客场3比1战胜对手。本场比赛,人和阵中右边前卫王刚表现出色,他的右路插上助攻,多次帮助球队获得定位球,更是在球队反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人和第三立教科书般的反击进球,最后一传正是来自王刚右侧高速推进到前场的助攻,后卫,罗欣北京人和冯霄亭广州恒大,美方广州恒大本轮赢下雨身花的交点之战,后卫罗欣的作用不可被忽视,全场比赛下来,他贡献了全场最多的六次解围,正是他的专注,让登巴巴和莫雷诺这对进攻组合, 几乎没有找到什么破门的机会,也变定了人和客场全取三分的基础。 本轮连赛的一场交,点站在山东鲁能与广州恒大之间打响,最终恒大在客场次比一击败对手,除了宝塔高三人的出色发挥之外,球队的后防表现也十分出色。 冯潇亭在比赛中贡献,四次拦截居拳队最高,另外还有两次抢断以及六次解围。 梅芳与冯潇亭的这队中位搭档在本轮比赛中发挥亮眼,梅芳坐镇后场贡献了高达十次解围,多次化解对方有威胁的进攻。 其次五次抢断也傲视全场,商与复出之后的梅芳,每场比赛都在进行状态回升。 门将,张冲大连一方在本轮宝极关键战中,一方门将张冲发挥出色,全场奉献多次扑就。 他在进区门前的站位上位质感非常出色,多次出击化解对方的高空球,而他在门前的出色发挥也帮助球队,在这场重要的宝极战中客场带走一分。 从而在保极形势上一方也稳固了目前安全的境地。